大家好,我是Bernice阿笨 欢迎来到我的塔罗占卜系列了 那么这一期的大众塔罗占卜题目是 什么样的爱情更加适合你呢 在爱情中有一句话是蛮遗憾的 就是你爱的他不爱你 你不爱的他偏偏爱你 有的时候我们喜欢的人跟适合自己的人是不一样的人 如果你爱的人刚好适合你 而他刚好又很爱你的话 那么就真的是恭喜恭喜你啦 好了,在我前面有三副牌 这一副是A牌,B牌跟C牌 你可以看他们的第一张 哪一张对你来说是最有感觉呢 那么你就选他就好了哦 马上来看一看 到底最适合你的爱情是什么样的呢 我说是什么样的呢 我说是什么样的呢 好了,选中A这一组牌的朋友呢 什么样的爱情更加适合你呢 那其实这一组的朋友 你通常是一个可以自力更生的人 你凡是做事情啊 或者是在人际交往方面 或者是对你的人生目标 你的事业目标 甚至是感情择偶的条件等等呢 你都很有自己的想法 不轻易的受到别人的左右 也许呢你在你自己的事业上 或者是生活某方面某个领域来说呢 你是蛮有成就感的 而且有自己的目标 一直一直想去追求更高的层次 不断的去提升自己 只是有些时候呢 你很可能因为要做某一些事情 或者达到某些目标 而忽略了另外一方面 比如说你很可能在事业上很有目标感 你很懂得去冲 但是呢 往往在这个时候你容易忽略掉 在职场上与别人合作的这些和谐的人际关系 从而导致呢 有一些人会对你有所误会 或者是对你有所偏见 那么比较适合你的爱情呢 可以说是这个人 他跟你有差不多的价值观 比如说跟你一样 对自己本身呢 是有所要求的 是有目标的 是有人生方向的 只是呢 他跟你可以互补的性格呢 就是他懂得适当的去休息 他懂得适当的去放松 或者是与人做协调 与人合作 而这种人呢 他往往可以教导你如何在人际关系方面 更加的圆融 更加的和谐 与人相处 甚至呢 他可以给你一些人生方向的建议 或者是跟你讨论 一些人生方向 人生的价值观 而且这种人呢 他也比较懂得去生活 懂得在适当的时候呢 先暂停一下 放慢你的脚步 去品尝一下 享受一下人生 所以你跟这种人在一起的话呢 你往往会觉得 诶 原来人生也有可以不错的体验哦 不知道这种人在你的生活中出现了没呢 选中这一组牌的朋友呢 你也许在心目中有自己的择偶条件 有自己筛选对象的这个过滤网 而你所谓的择偶条件呢 很可能会受到一些电影的情节啊 或者是偶像剧的情节而左右到 也就是说你在择偶方面呢 会比较理想主义一些 也希望可以获得一个温柔体贴 最好就是比较优雅性感的 或者是在外表上是很吸引你的 有一定的偶像情节啊 或者是我们说的浪漫主义的朋友哈 好 而择偶条件呢 其实没有分对错的 就是个人喜好 每个人不同嘛 那虽然你有为自己设定这样的择偶条件 但是呢 你的内心在隐隐的 有在提醒自己 诶 这样的对象真的是可靠吗 也许它可以很符合你的择偶条件 但是呢 它能不能够对你很专一呢 因为条件好的对象呢 我们都知道比较容易有异性缘嘛 所以呢 你本身 无论有没有遇到这样符合你条件对象的朋友哈 你本身呢 都是比较容易在感情中缺乏安全感的人 而这种缺乏安全感的原因呢 未必是来自你的另一半 无法给你安全感 很多时候呢 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也就是说你自己会钻牛角尖 自己想太多 心中太多的小剧情 而阻碍了你获得浪漫的途径哈 所以呢 比较适合你的恋爱对象呢 他其实也是一个拥有不错条件的人哦 他对自己的人生有一定的方向 而且呢 他很愿意付出努力去拼搏 很有目标感 很有行动力 对自己的人生目标呢 是很有热情的人 而另一个好处呢 就是他在追逐他自己的人生目标之外 对自己也有一定的自我控制能力 也就是说他很懂得自律 很懂得去克制自己内心不该有的欲望 这种人呢 他除了可以给你在感情中有一定的安全感之外 也可以鞭斥你 诶 多面对现实 如何踏实一点的去面对你的生活 去面对你的事业目标 或者是你在人生中所该要达到的目标 所以总的来说呢 他是一个比较正向比较阳光的人 而且可以督促你不断的进步哦 不知道在你的人生中 有遇到这样的人了吗 有遇到的话呢 就请好好把握咯 好啦 选中这一组牌的朋友呢 你很可能是一个很高EQ的人 你可以在很快的时间里面呢 马上就能够判断出这一件事情 或者这个人他本身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 从而拿捏你自己的下一步 应该怎么样去应对 也就是说你在人际交往之中 或者是在一些突发状况发生的时候 甚至是在职场拼搏的过程之中呢 你的反应速度很快 而且你有一定的学习能力 所以呢 面对任何的困难或者是危机 或者是突发状况的时候呢 你都可以很快的马上做出最适当的反应 也就是说你这个人呢 本身是有一定能力的人 是能力非常好的人哦 但是呢 有一点点可惜的呢就是 由于你本身的能力太强 而且你很少会对身边的人敞开你的心胸 说出你内心真正的想法 这样呢就导致了 比较少有人可以真正的走进你的心房了 如果你在感情之路上 你觉得有一点点孤独 哎 怎么都没有人去真的了解你呢 又或者你根本没有自信心 在别人的面前呢 赤裸裸的展示原原本本的你 最适合你的爱情呢 就正正好可以达到你这一种内心的空虚感 他也许能力不是很强 也没有说外表很亮眼啊 或者是很有成就感的那种人 但是呢 他就正好可以填补到你内心的这个空缺 他可以带领你去探索更多的你自己 很多时候呢 你不需要跟他解释太多 他好像呢就已经明白你的下一步 或者你的内心正在想什么 你的下一步想要做些什么 他未必会马上去戳破你 告诉你 哎 你应该怎么做 哎 你是不是这么想啊 这样子 他不会去戳破你 但是 他会给你保留一些个人空间 一些思考的空间 让你有机会自己去摸索 哎 什么样才是真正的你呢 你内心真正的需求是什么样呢 而这种对象 如果你本身还是单身的话呢 这种对象 他也许会在你出其不意的时候 比如说你正在旅行 或者你出一趟远程 或者你正在前往一个你不常去到的地方 就在这种时刻呢 他会出其不意的出现在你的生活之中哦 而且呢 你对他的第一印象呢 也是蛮不错的 你会觉得 哎 这个人好像值得交往看看 值得更深入的了解看看 所以 如果你正在寻找伴侣的话呢 不妨趁假日或者是空间时间 多往外走一走 或者是多尝试 去一些你没有去过的地方吧 祝福你哦 好咯 我们这一期的最适合你的爱情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咯 如果你本身对于刚刚我所给大家做的大众占卜呢 有什么意见的话 欢迎留言在底下 又或者是你想要阿笨帮你去做什么题目的大众占卜呢 也欢迎留言在底下咯 那么我们下一期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这个叫阿笨太太太 凡购买阿笨塔罗基础的朋友 现在可以享受升盘加塔罗牌占卜八六折 无论单人或双人合盘 都享有20分钟任问任占 立即WhatsAppLine或Email查询详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